演习攻略的热播 不仅让剧中演员知名度纷纷上升 更让作为演剧和总制片人的余正 即当年的工具后重新刷一部好感 关注度更是专得响叮噹 说名利双收也不为过了 这部演习攻略才宣告破100亿的好消息 以此余正小号就被曝出 小号最近的一条消息信息量更是大 该小号似乎在迎接新的生命到来 言语解满是期待 最终在美国时间8月18日起的意思 但是很多网友疑惑 余正连老婆都没有 却被曝出喜的意思 这样吃瓜群众也是参笑凉连 到底是余妈妈居然跑到美国代孕了 还是隐婚大众迷 网友根据消息说腾摸瓜 发现在演员张嘉明 而胎产子后 张嘉明对祝福的余正表示他好事成双 但是还没被余正曝出的紫意说 网友对成双的好事纷纷猜想 现在看来 就是延期攻略破100亿加上喜的柜子了 其实余正在曾经的采访中 也表示自己需要有孩子给家里一个交代 可以看出当时就有想要孩子的计划 只是因为也就高找不到合适的人 现在孩子生了也是被期盼的 毕竟 疑似小号的网名叫Oliver的新生 在发现有孩子那天就开始听长发和新生儿有关的消息 从这些微博就不难推断出这个新手爸爸非常期待孩子的诞生 而小号最新的一条 居然感叹 这一世的荣辱 终将要人继承 还趁自己不能不优雅地老 去了人们内心简直是上演的一株宫廷大戏 不愧是戏精打女主驴吗 吃瓜群中个是纷纷点头 表示 这是听过最矫情的父亲自败 提议完全可以写不自传教 王的女人之余激传 有点感动但更多的是搞笑 2018可以说是预证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了 事业重新回到巅峰 如果生此是真 那人生也跨过单身阶段 人生赢家无疑了 这才是转运经历本人吧